世界杯周边产品的销售情况与比赛结果紧密挂钩 而卡塔尔世界杯的赛程是颇为紧凑的 这就要求义务的商家要反应迅速 找错准备 谁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把产品送到国外客户的手中 谁就能够赢得上级 这包那个是发阿根廷的 我这里写了那个阿根廷的 这里是一些美国客户订的 然后地址我发到你微信上 可以可以可以 今天帮我发走 一大早刚刚熬夜看完球的温从健 便将球衣送到了义务一家货运代理公司 他告诉记者 原本都是货运代理公司上门取货的 但是自己把货送过来的话 就可以节省半天的时间 跟世界杯比赛抢时间 是义务商家们这段时间的常态 尤其是世界杯赛程进入四分之一决赛 半决赛乃至决赛 留给义务商家们反应的时间就更少了 因此 他们也会根据比赛的形式和客户的反应 早早地做准备 前几天就有客户因为看好阿根廷下了一笔订单 这一款的指甲发还有帽子 这个客户一共订了50个款式 总计5000顶的帽子 要求他以最快的速度发往阿根廷 因此这边视频一结束 他就把电话打到了工厂里 记者了解到除了这一阶段的不单需求 当世界杯进入决赛环节 庆祝用品还会迎来订单高峰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